Exercise4-4 四字四解的习题 那四字四解的抬头呢 这取了个matrical integral 这取了个matrical integral 我们叫做三角函数的积分 三角函数的积分 这取了个matrical integral 我们叫做三角函数的积分 我们看习题第一题 Exercise1第一题 取了这个不定积分 是sin二分之s的平方 所以cos二分之s平方的不定积分 那这个sin是正偶数 cos是正偶数怎么办 它的解法也是要利用到半角公式 皆为正偶数就是半角公式 但是有一个是正极数 正极数那一项拆开来 化为它的余函数 那这两个的正偶数都是利用半角公式 那sin的半角公式 sin二分之s sin二分之s的平方 不定二分之一 sin二分之s的平方 不定二分之一加cos 这是半角公式要会 sin二分之s平方的半角公式 这个二分之一-cos 那cos二分之s的半角公式 二分之s的平方 不定二分之一加cos 那记得说其他系数都一样 只是差一致一负 那我记得说 sin二分之s是负 cos三是加 sin二分之s 这样记得会比较牢靠一点 比较不容易换错 也容易把它记下来 所以sin二分之s的平方的半角公式 是二分之一-cos3s cos三二分之s平方的半角公式 也是二分之一加cos3s 那两个相乘 又变成a加b a减b 是a平方减b平方 所以四分之一积分 以减cos三的平方 四分之一提到最外面去 提到最外面去 以减cos三平方 那然后呢 1的积分上的简单 那cos三一一次平方 再用一次半角公式 再用两次半角公式 那原始上你可以先做第一个 再做后面的积分 那我的习惯呢 是把它处理完再积分 先用半角公式 那细数处理完再积分 那cos三的半角公式 是二分之一加cos三 那后面呢 是要这个地方的两倍 这个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那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要记得两倍 所以半角公式 其实就是变角公式来的 其实就是变角公式来的 再用一次半角公式 那1把它改成二分之二 那不改也可以啦 这样会比较好通分啦 那减兆超 cos1s平方是二分之一加cos2s cos1s加3s-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要记得 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那方个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的一半 一样的一式 一样的一式 那接下来就整理 整理 二分之二 减掉二分之一 还有一个二分之一 你可以把二提到外面去 提到二 父母二提到外面去 是八分之一 那二减掉一是一 那前面是cos2s前面是负号 再做个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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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二分母二提到外面去 变八分之一 西数二减一呢是一 那这边是负号 这边是负号 不要弄错了 那过来就积分 一的积分呢 是x 那cos2s的积分 cos2s的积分 第二个呢 是cos2s的积分 cos2s的积分 cos2s的积分 你要回 回得cos2s2s 那当然cosu要du 所以挂号里面的导函数2 所以是cos的积分是 是... 这个是... cos的积分是正sin 是二分之一 sin 二分之一 sin2x 再加c 要记得 这边有个二分之一 这边呢 有个二分之一 要记得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积分 第一个积分呢是x 第二个积分呢 是减掉二分之一sin2x 那要嘛 就从父母提出去 不然就不要提 我们不要提 把八分之一乘进去 八分之乘进去 或者八分之x 减掉十六分之一 sin2x 八分之一x 减掉十六分之一 sin2x 那最后面写个答案 最后面写个答案 最后面写个答案 八分之一倍的x 减掉十六分之一倍的 sin2x 再加c 再加c 所以这个题目呢 是利用半角公式 3cos是正我数的话 利用半角公式 而且用了两次 那半角公式要回 3的半角公式 是这一个 可三的半角公式 是这一个 那记得三十减 可三十减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这个地方的两倍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一样 那这边呢 这边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要记得 所以背角公式跟半角公式 其实是一样的 有一样的 这是我们四字四節的 西题第一题 一遍 一遍